安播足球快信 2020年12月31日 曼联激战维拉 星期六凌晨 英超有曼联助阵奥脱福球场迎战维拉 虽然曼联连续九轮联赛不败 排名逆升至即分榜前列位置 但他们今季主场的表现麻麻 加上维拉作客颇为强劲 曼联金铺想在主场全取三分并不容易 另外大家可以下载安播直播收睇这场比赛 直播同赛事前瞻 由于上季闯入到欧霸杯准决赛 所以曼联错过了英超新赛季第一轮的比赛 不知道是否球员的休息时间不够 还是其他问题 曼联新赛季初段表现令人失望 前六轮输了三场 其中还有主场1比6被热刺血洗的惨案 同时主场0比1打不过今季表现 极其差劲的阿仙奴 或者是这两场交战的落败 打醒了曼联一众球员 曼联在之后的九轮联赛发挥出色 六得七胜两和的佳职 其中上轮联赛面对狼队的比赛 拉舒福特西在保时最后阶段 接到班劳费南迪斯的全过来个球 前者左脚破门得分 帮助红魔鬼拿到宝贵的三分 这场胜仗也大大提升了球队的士气 值得一提的是 拉舒福特由上季到现在 已经直接参与了35个入球 其中入24个球同11次助攻 而班劳费南迪斯在29场英超出场里面 直接参与32个入球 包括入18粒和14次助攻 同期高居第一 二位的人 就是现时曼联进攻较为依赖的组合 但是需要留意的是 曼联今季主客场表现有明显的差距 今季客场六得六胜一 和是英超作客胜率最高且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 反而主场拿分能力只能排在中游 期间更是攻守失衡 面对今季重新挖起且善于客战的维拉 曼联需要打醒12分精神 在阵容方面 后卫洛祖和菲尔中斯因双避战 维拉上季还要为宝祖而苦恼 到了今季 他们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支令人不可以忽视的球队 被曼联小踢一场 但只是少了4分 维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一方面 维拉今下的隐缓非常成功 他们针对上季阵容的薄弱位置进行补强 引入的马天尼斯 屈坚斯 罗斯巴克利 贝查特泰奥利和卡薯都成为了维拉的重要成员 加上 英格兰州白豪基亚利薯和艾加斯等实力慌障 维拉今季从众多中游球队特围出来并不意外 另一方面 主随丁史密夫制定的比赛策略十分得当 维拉今季主踢4231和433两个阵式 约翰麦真因同道格拉斯雷斯两名后 要在这两个阵式踢得更好的关键 两人积极的跑动和不错的掃档能力 是防线之前的一度屏障 维拉现时 在联赛失球第二小的球队 而进攻更多依靠队长基亚利薯 这位球员今下多次同曼联传出飞闻的英格兰球星 今季已经创造了51次得分机会 收获了6次助攻 他今季必定是曼联防守的心腹大患 再者 维拉今季客场表现同样出众 前七场赢足五场 而且攻防区阶 得失球比位13比3 不过由于维拉近10年来作客奥脱幅球场都没赢过 且败仗居多 就敢来看 相信维拉此行能够得到分就算完成任务 在阵容方面 中场马莫查斯古特因相无法随对精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李斯盈报导 未订阅我们个频道的朋友 记得按订阅键 M直播在手随时看球赛 喜欢这条片的话就记得给like 和要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再share给你的朋友仔看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